民眾期待已久的普發現金6000元 有了最新的進度 官網與客服專線在今天同步上線 五種領取方式 其中登記入帳是從3月22號起開訪 身份證的尾數是0跟1的人 可以最先開始登記 仔細核對資料確認身份 華典縣萬榮鄉派出所門口 一早來了許多民眾 登記普發現金6000元 比照五倍券的模式 登記造冊跟法訪 除了花蓮萬榮鄉 還有屏東獅子鄉 以及台東金峰鄉 當地沒有郵局也沒有銀行ATM 只能委由派出所協助 這次民眾領6000元現金 一共有五種方式 除了到銀行郵局ATM領取或零貴領獻 還有特殊族群限定的直接入帳 一般民眾則是可以透過上網申請登記入帳 只有要做登記入帳的朋友 才需要來系統做登記 而登記入帳的分流時間也出爐 22號當天身份證字號尾數零和一的民眾 可以先登記 隔天輪到尾數二和三的民眾 一天兩組分流以此例推 直到27號則是全民都能登記 另外直接入帳的特定族群 則是有例行性領取津貼與年金的民眾 但這就遭國民黨立委質疑 為何獨漏退休軍公教 每個月的退休金是直接入帳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漏列 退休金的一個發放 涉及到是幾千個機關 數量非常龐大 傳輸過程當中會不會造成資安的威脅 這都要考慮 裁長強調退休軍公教涉及上千機關 若採直接入帳 恐怕等待時間會更久 而全民福利幾乎人人都能領 就連涉嫌逃兵的二膽島陳姓上兵也可以 因為雖然通緝在身 不過沒有除籍 親友還是可以拿證件帶領6000元 引發網友論戰 而領6000的前置作業依序完成 現在就等官方公佈發放時間 接著最後報道 真的是相當罕見的情況 美猴王誤闖台北市區 台北市內湖區在今天早上 出現了一隻體型巨大的猴子 不但在路上晃來晃去 還快速地穿越馬路 害得駕駛差點撞上 但是他似乎根本就不怕人 又爬到了住家外頭的冷氣機 東張希望的似乎想要找東西吃 民眾見狀好奇 拿手機拍下PO網 不過這已經是內湖區 6個月內第二度出現猴子了 一隻體型壯瘦的猴子 在大街上左看右瞧等著過馬路 似乎看準了車來車往的縫隙 快速跑過去 好在小舊式駕駛早就注意到了 及時減速這才沒有釀貨 路人直接看到 眼神立刻被他吸引住 真的沒有看錯這隻美猴王好厲害 爬上冷氣機晃呀晃呀晃 好像打算窜進屋內找東西吃 台北市內湖區車來人往的街上 怎麼會有猴子又跑又跳 然後有爬到我頂樓 應該從樹 樹那邊這樣上去 頂樓有種一些小菜 然後都被吃掉被翻掉 台北市環山路二段 就在金面山步道附近 出生蛇類 鳥類 野生動物不足為奇 而這次猴子出沒好在只有嚇到人 動爆處已經介入處理 提醒民眾萬一遇到他們可得小心 千萬不要干擾更不能接觸或是投胃食物 6個月內台北市內湖區兩度有猴子縣中 上次更誇張 偷吃完住戶的香蕉又躲回山裡去了 儘管開肆無壞一旦被他抓傷咬傷還可能會染病 動爆處就說抓猴還是要找專業的來 記者三位林昭賢 台北採訪報導 有男子變身軍機手 在家中用空氣槍裝上瞄準鏡 亂射千彈 沒想到子彈打偏了 直接打穿了別人住家的窗戶 鄰居當時正在洗澡洗到一半 聽到碰一聲嚇壞了 趕快報警 大批遠警池搜索票到公寓準備逮人 沒想到直接在大街上將男子逮個正著 翻箱倒櫃搜出氣瓶瞄準鏡 喇叭彈甚至還有一把空氣長槍 我托你一下你當時怎麼辦 就這樣不斷 嫌犯似乎是電影看多了 把長槍裝上瞄準鏡 再加埋伏扮起狙擊手角色四處瞄準 更可怕的是用的還是千彈 前頭尖尖的非常危險 子彈射出去直接擊穿鄰居家玻璃窗 這可把大家給嚇壞了 洗澡洗到一半想不到突然碰得好大聲 窗戶硬聲被射穿 警察上門逮人發現嫌犯甜心男子 本來就有公共危險前科 在家拿空氣槍打靶練習 沒想到射偏了子彈飛到50公尺外 不但七樓住戶受害樓下也說 他們家窗戶曾被打穿過 都還可以清楚看到彈孔 鄰居們好擔心 因為附近人車特別多 千彈不長眼 萬一打到人 但還得了 前方被違反槍炮彈藥 毀損恐嚇的罪血移送 只希望他能學到教訓 記者上門林朝鮮 新北市採訪報導 最近有民眾開車在路上發現說 有車主在後車台的兩旁 像這樣加裝了凸面鏡 這到底是做什麼用的呢 有網友就猜了 這可能是要抵制後方開遠燈的車輛 不過也有人認為說 這可能是要拿來躲避測速照相機 不過專家就說了 早期的測速照相機 如果是在夜間開啟閃光燈 的確有可能會因為旁邊有這個凸面鏡 造成畫面過曝 但是現在警方的測速設備畫質比較好了 遇到這樣的狀況 其實只要調低曝光度 一樣是能夠辨識車牌號碼 警方在路邊架起測速照相機 違規超速車輛通通難逃髮眼 只是最近有民眾發現 有車主在後車排旁邊 加了兩塊凸面鏡 網友猜測可能是拿來抵制後車 對自己開遠燈 但這樣可能連開進光燈的車輛 都會被反光影響視線 不過也有人認為 這可能是用來躲避測速照相機 以前像我們警察的固定照相機 或者三腳架 它本身的相機鏡頭畫素 並沒有來得這麼高 那可能在夜間面試性相對來得再差一點 但是現在其實警方他們的相機 其實都是一直有在做更新的動作 光線打在突面鏡後 反射光線會呈現發散的狀態 如果夜間側速照相機有開閃光燈 這時拍照瞬間的確可能會造成畫面過曝 影響車牌辨識 但汽車專家指出 這一招現在可能已經沒有用了 如果說它是一整個外框 都是有反射的膠條的話 那可能就會導致說 剛好你的大牌會整個呈現 就是反白的狀況 但鏡頭的畫質變高 它的曝光率可以 幀度可以下降的話 基本上它還是看得到 它原本大牌的號碼是什麼 而且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只要變造或污損車牌 還有像這樣安裝其他器具 影響車牌辨識 都可儲最高4800元的罰環 就算車牌反光 只要警方調低 測速照相機的曝光度 一樣可以辨認號碼 民眾千萬不要心存僥倖 以免躲避測速不成 還會多吃上一張罰單 記者桃鮮幹人D 台北報導